小伙伴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星巴克咖啡是世界咖啡店的知名品牌 但咖啡在西方属于大众消费品 也就是我们可乐买苹果汁饮料的消费价格 星巴克的消费被打上了高档消费品 不管别的地方怎样说自己的咖啡是正宗 就差说咖啡是自己在店门口种出来了 但还是无法挡住消费者朝星巴克走去的脚步 难道星巴克的咖啡就真的那么好喝吗 一杯咖啡就被星巴克煮出了不一样的滋味吗 其实咖啡再好喝也是西方人的饮料 和亚洲人的口味相比几乎完全不对路 但是不管会喝咖啡还是不会喝咖啡的人 只要想到喝咖啡那就是去星巴克了 那么星巴克的魔力在哪里呢 在于环境与麦当劳等餐饮店的格局千篇一律不一样 星巴克在设计上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环境 设计样式也和当地的建筑样式差不多 之所以这样设计 是因为喝咖啡与吃快餐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吃快餐是为了果腹 所以只要环境干净就可以了 很多人为了追求新鲜 所以称为麦当劳的常客 但有了新的快餐店 还是会舍弃麦当劳的 而喝咖啡就不同了 毕竟还是带着一种小字情调 所以对于环境自然就有些挑剔 星巴克就抓住了这种心理 在店面装修上 以讨好顾客为主 让顾客没有一种陌生和猎奇的感觉 而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一个自己熟悉的地方 可以敞开心扉 不设防 这正是喝咖啡 所需要的心情和意境 除了装修设计外 星巴克在咖啡选择上 其实和别的咖啡店差别不大 但是在烘焙工艺上 星巴克讲究标准化操作 无论是哪个服务员 也不管煮哪一种咖啡 都严格按照操作标准进行 没有一点走样 严格的工艺 就保证了咖啡的口味不变 这倒和美国其他地方的饮食店 是一样的标准 因此 除尽星巴克的人 留下了第一深刻的印象 自然再去别的地方喝咖啡 也是首选星巴克了 至于味道 喝咖啡追求的是异国口味 口味到底如何 我们说了也不算 只是凭自己的感觉而已 正是因为星巴克 摸准了大多数人的心理 所以一杯普通的咖啡 在星巴克的价格 要比别的咖啡店贵许多 但还是挡不住顾客迎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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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了一些